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韩先生来自天津 三十六岁职员 女嘉宾冯宇十二十三岁来自天津 代业 欢迎两位 这就算老夫少妻 是吧 大十三岁 是吧 对 现在还没工作呢 还没呢 我看小片里说这个婚前是一起玩 是吧 婚后你的重心开始转移了 奔工作去了 这心里也不舒服 你也觉得这个有点不舒服了 是这意思吧 是是是 所以今天来想解决什么 问问妻子吧 就是他不陪我 就是我俩搞对象的时候 他每天陪着我哄着我 然后结了婚之后就跟变了一个人 这个我知道了 你今天来是为啥 就是希望他能多陪一陪我 好好好 你们俩是咋认识的 我们俩在猪后吧认识的 他追我 然后就被他骗到手了 哎呦 说的骗到手都说的那么甜蜜啊 追了多久啊 三个多月吧 你们俩这个说要结婚的时候 肯定父母不同意吧 嗯 因为我妈俩不同意 因为岁数差的太多 我妈就担心我被他骗了 哦 你现在觉得你妈的担心有道理吗 还好吧 都谈不上骗 只不过就是感觉变了 感觉变了 你家人同意吗 一开始我妈也不同意 哦 为啥 老老后来劝妈妈 说啥 就是孩子喜欢你 你就不要干预 对吧 你不懂年轻人的感情 哦 好 好 老子很开明 反正就两人玩得挺好 嗯 谈恋爱的时候应该特好是吧 对 结婚之后呢 结婚之后就是 我喊他出去陪我玩 比如说他下班了 我说我接你 或者你下班直接来 我玩的地方来找我 然后他就不来 每天都在家 他就是打电脑 跟他同学 为啥 骗到手了 也不是 我觉得就是一个男人 结婚以后 不能跟以前一样 还每天玩 嗯 然后呢 就是每天我工作 要比以前拼很多 不是跟你同学打电脑吗 嗯 很少 不是他说的那么严重 哦 回家还有工作 你们家谁做饭 我做 嗯 除了不陪你玩 就没别的了吧 对家庭方面就是 他比较懒 不怎么干活 你不是说男人有责任了吗 刚才 干干干 他做饭我刷碗 哦 洗衣服 嗯 嗯 衣服都裸起 不是这两个人还好吧 嗯 应该还有时间出去玩玩嘛 干嘛不玩呢 那么极端呢 也不算极端吧 就是 感情 感谢 五 二 三 四 二 一 二 四 一 三 二 二 二 一 二 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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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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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礼拜喜欢玩 周六固定家庭活动日 咱俩去玩一宿 剩下的时间该怎么办 归隆归隆 规划规划也可以吗 谢谢两位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吧 波红兄 肯定是双出 就是姑娘真的得收收心了 要不然害了自己呀 肯定两个人都出来 出来是肯定的 老公就唯一做对了一件事 就带他老婆来咱这儿 让他疼一下 来 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 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祝你们幸福啊 来 请回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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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啊 祝你们幸福 谢谢 请回 看着是一个爱情的命题 是吧 实际是关于现在某些年轻人 人生哲学的一个秘密 希望给很多年轻人一些启示吧 来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他总是无理取闹 和我提很多不切实际的要求 让我觉得特别累 我们在一起的这三年一直都是异地恋 每次见面时他都对我特别好 可一旦分开 他就和失踪了一样 我只是想平平淡淡的过日子 不知道他为什么总是想一出是一出 为了和他在一起 我放弃了工作 可现在的生活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男嘉宾小卢 二十七岁来自河北自由职业 女嘉宾小薛 二十二岁来自河北代业 欢迎两位 谈了几年啊 三年 好像异地恋很长时间是吧 对 几乎都是异地恋 结束异地恋没有现在 现在刚刚结束 刚刚结束有多久 半年吧 才半年 在一起半年就出问题了是吗 其实以前异地恋一直有问题吗 有问题怎么还能坚守下来呢 因为异地恋嘛 然后有时候见面的时候 我觉得挺好的 但是分开的时候就是不太好 然后我就想 是不是异地恋的原因 然后后来现在结束异地恋了 怎么结束呢呢 是我放弃了我在武汉的工作 回老家了 在河北是吧 对 不是 你们俩咋认识的呀 朋友聚会 我朋友一个对象吧 和她是闺蜜 就一起正常吃饭 干脆吵人好感的 都要了微信什么的 就一起走出去玩 就我追她了就 然后呢 然后走到一起了 然后你就去了武汉 那时候一直都在 就假期的时候回家了 因为在武汉上学来着 那你咋没追起啊 然后再去回家了 因为我有工作嘛 那等于现在你从武汉 就到了回老家了 对 两人就在一起了 对 那异地恋谈得很辛苦是不是 非常辛苦 异地恋的时候 几乎就是见不到面 差不多一个月 有时候可能见不到一次 但有时候也能见下一次 然后他对我就比较冷漠 有时候发微信也不回 打电话又不接 就好像人间蒸发一样 就找不到人 没有 都是他自己无理取闹 那他在上课的时候 我在工作嘛 那我怎么回他消息啊 每次都是这样说 然后但是他说我就说 我不体谅他 那怎么不体谅啊 那我身边那么多同学 那人家都有人陪 那成双成盾 那我凭什么不羡慕 那我跟他分享一些 生活里的事 他还不愿意 然后他还不回答我 那我不分享生活 那恋爱还怎么谈 那有什么意思 就是他比较冷是吧 对 好 那你们要 这么长时间的一恋 难免会碰一些事 对不对 对 他会关心你吗 他几乎不怎么关心我 就我在外边的时候 有一次跟朋友出去 然后晚上就是出了点事情 然后去医院了 然后给他打电话 他也不接 打了很多个没有接过 多晚 11点多12点吧 11点多的年轻人来说不算太晚 我觉得不晚 但是他不接电话 为啥 那时候我已经睡觉了 因为我是自营嘛 我自己干买卖 长期早起嘛 比较忙 还有晚上什么的 赶快饭点的话 也没时间回答消息 到晚上11点的时候 已经很累了 就没时间看手机了 但第二天早起 醒来的话 我也回他消息了 他根本就不是第二天回的 我都住院好几天了 我都出院了 他才回我消息 才告诉我 他在干嘛干嘛 不是呢 你们俩那会儿 就要谈恋爱吗 听你这么一说 你们俩经常断联系是吧 他经常不联系 我每天都跟他联系 就他不联系我呀 因为他在上学嘛 我们俩时间也不一样啊 你们俩又不是 跨时区的恋爱对吧 弄得好像还得越洋什么 什么同时区的呀 他上课时我在工作 他下课就正好是中午时间嘛 就赶上饭点了 我比较忙 你不是自己做买卖吗 我带着餐饮呢 干餐饮咋了呀 都饭点比较忙嘛 饭点时候 再忙回女朋友 一个电话的时间 总是有的吧 那时候我外卖比较多嘛 外卖 你反正你找理由啊 对吧 你九点钟以后忙完了 不打个电话吗 不想的号吗 他不关心我 他可以关心别人的 他可以不关心我 他关心谁啊 他关心他家狗 他有一只小宠物 然后那只狗 有一次也是晚上生病了 也是一点到十二点 他花好几千块钱 带那狗去看病了 然后我在医院的时候 我都告诉他了 他都没关心过我 现在他去关心那条狗 就是你住院的时候 你会发微信说我住院了 他都没搭理 那我肯定要联系他呀 那他是我男朋友 我不联系他吗 他住院是因为自己 出去瞎喝酒造成的 现在是我喝酒的问题吗 是他压根就没有关心过我呀 那他只会去关心他家那条狗 那狗生病生 你怎么不怪狗乱玩呢 那一个女孩 总出去喝什么酒 大晚上的 那我跟我朋友出去玩也不行呗 那你跟你朋友出去玩是什么 我怎么没说你呢 那我回去没那么晚呢 再说那狗不是咱俩一起领养的吗 他的晚上已经吐血了 不要再去检查一下吗 他什么时候吐血了 他吐的就不是血 明明就吐了几个毛球 他说你自己看一下 他就没事 你自己就是慌张那条狗 你都没慌张过我 那我怎么知道 我能不能去查一下 他放心一些吗 换一下个钱怎么了 买个安心吗就 行行行 不吵了不吵了 反正总而言之 这异地恋谈的就 南方比较冷带是吧 对 那你咋不走啊 那不是说异地恋的原因吗 那万一回来了 他不就不这样了吗 行行行 那异地恋期间还有啥事啊 那事多了 异地恋嘛 我说可能不能一起做很多事 然后我就说一起写本书嘛 一起写本书 网上有那种APP嘛 可以一起写 然后我留点纪念 然后以后可以一起回忆 他倒好 是答应我了 写了 写了一堆狗的事 那写的也不是我们 那还怎么不跟狗一起啊 那我每天都忙一个事情 有什么可写的呀 这狗并时间来一起领养的呀 那你写狗写吧 那我能接受 然后写了两天不写了 还有什么可写的 总的一个事情 那你都答应我了 你凭什么不完成啊 那每天不能让你看着狗 什么样子吗都 然后你坚持了吗 我坚持了 我自己写完了 写了多久写完了 因为每天都坚持 刚时写的就是说 写一年的事嘛 然后记录一下 然后我自己好像写了本自传 我在里边写东西 有时候吵架 不开心 我开心里边 但是他也不看 他也不去关心 倒也是个收获啊 坚持了一年 对 我自己写了本书嘛 名字叫啥 自己和自己恋爱的日子 对 可以改成这个名字了 或者我和小狗吃醋的日子 对 我跟小狗招风吃醋嘛 我就搞不懂了 总跟狗比什么呀 那你们俩这共同的回忆 就是你自己写书是吧 有美好的共同回忆吗 美好的有啊 他就有时候出差 也会去出差的地方 给我买一些东西什么的 带着我 然后也会飞武汉看我 就有一次 我去杭州陪俊 因为我是加盟店嘛 我工作在杭州 我去陪俊江也一个月吧 他说他想吃那杭州 那小笼包 我当时都飞过去 武汉给他送过去了就 很浪漫啊 从杭州飞武汉 只为送一体包子 那他想吃啊 毕竟里面不是特别远嘛 所以你不要老夸大事实 什么对狗都比你好 那他对狗真的比对我好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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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给狗体检 还给狗买什么的 他对狗真超级关心 比对我关心多了 从杭州飞武汉 只为一体小笼包 这可以啦这个 对吧 还有啥事 之前他生日的时候 他生日 我给他准备了一个惊喜 然后之前不是流行那个 后备箱惊喜吗 啥叫后备箱惊喜 就是在那个后备箱里 布置好多东西 里边有那个气球啊 然后灯箱 还有一些给他买的礼物啊 球鞋什么的 都是他喜欢的 然后我当时也是 从武汉飞过来 然后才给他弄的 然后我当天晚上给他弄好 然后我教他 我说你去后备箱 把我拿瓶水 然后他去了 回来了告诉我 后备箱没水 有一堆乱七八糟的 那我就纳闷了 他怎么就是乱七八糟的了呢 那不是东西吗 他告诉我是乱七八糟的 我感觉吧 毕竟过生日嘛 俩一起简单吃饭了可以了 弄什么花里胡事儿的呀 他在后备箱里面 放个气球灯什么的 那灯一热的话 气球不是炸了吗 多危险呢 你看 那别人怎么就没事 那你怎么就飞得有声呢 就我每次 就策划一种惊喜仪式感 你还策划过什么 就之前还有那个 换那个T恤 我说给对方画一个T恤 然后东西都买了 我的都画完了 然后我跟他要我的 他给我买了一件现成的 那画画多麻烦呢 有什么好画的东西 那我买的不是 你喜欢的颜色吗 我永远都在精心策划 他永远都在打破我的幻想 就永远不按照我的来 他那嫌弃我不按他思路来 怎么对着干 对 他标心立意对吧 那你过生日他送你礼物吗 我过生日 我过生日那就更精彩 说说你的生日 我过生日 提前好久就跟我预热 跟我说一定给你一个 今生都难忘的生日惊喜 我超级期待 然后那天带我去三家 他不会婚礼了 我化了个妆 他带我去三家别人婚礼了 那早晨不但也去公园溜着吗 对 去的还是免费公园呢 然后带我去吃别人的婚礼酒席 然后还跟我说 带我见证别人的爱情 我们以后也会这样的 这挺好挺浪漫的呀 那不对主持人 对啊 那当时新娘弄手本花 是被人抢来了吗 手本花 哦 这个浪漫 那不对 相当于给你求婚 那我生日的花 那为什么不给我买一个 为什么要请别人相带 你傻呀 你这女孩真是不懂浪漫 这个好浪漫对不对 这个真的好浪漫 这个好浪漫 都是特别浪漫 就是说 下一个结婚的就是你 我要取 这相当于求婚爱事是吧 不也这样的你的爱情吗就 你看你看你看 还挺好 他能嫌我没给他买花什么呢 手本花不也抢来了吗 那生活不得有仪式感吗 那不得送我点东西吗 那我过生日 你都不送我点东西 这最后送了吗 你也送你个镯子了吗 对 镯子 镯子更气 镯子还是他前女生下的 给我了 然后人家还不跟我说 还是我带出去以后 他朋友跟我说的 说这镯子他好像捡过 然后后来回家 永远是他前女生下的 那我朋友不说 你也不知道我 你看 再说了 我感觉镯子很适合你 那花同样的价钱 买个同样的镯子 有意义吗 你看他愿意给他钱 就有花钱 他不愿意给我花钱 你把你也是 还能给我花钱呢 就是不能给我花钱呗 他也是花钱买的呀 那我给你花钱的时候 你就可以收着 那你为什么不能给我花钱呢 你花钱 我买了那个鞋那么贵 两千多块钱 那你不也穿得好好的吗 那我不是不知道价钱吗 那买了基本的鞋 不一样穿吗 啥意思没听懂 我之前给他买了双 那个情侣鞋 他穿的时候可开心了 后来跟我说 让我把他催了 为啥 太贵了 因为他上学 没什么钱嘛他 那不是就你挺好吗 那我这么精心准备 他告诉我让我催了 那我怎么想 那他不就是 不在乎我这时候心吗 不是挺在乎你的嘛 我看他挺上心的对你 是 他花钱买了这个钱 是我还的 那我不也还给你了吗 什么叫你还的 那我还给你了呀 他跟你的那个 你理解吧 他不在一个点上 但是他还是挺爱你的 你挺喜欢他的是吧 只是方式不一样而已 就是 这不是已经结束异地恋了吗 就好好过不就行了吗 又发生啥了 工作吗 结束了又什么用 我说了我不想在家那边 在家那边找个工作 跟武汉那边差太多了 然后我就想来天津那边发展 然后他不来 他想在武汉 但武汉南方天津太潮湿了嘛 我北方人有点受不了 然后我不妥协了吗 我回来了吗 然后呢 然后他又来天津 你们老家是哪儿的呀 说了吧 老家青红岛的 都自己有个门店 是干餐饮的嘛 是我朋友我们俩一起干的 我当时就想 比如说武汉回的话 咱们一起开店不停 好吗 开飞店什么的 富气小店嘛 现在不也挺多嘛 那那也不是我追求的呀 那我就想找一个 我自己想要的东西 那我平时也是个经济来源呢 不是 你想干嘛呀 那我肯定要找我专业对口的呀 你学啥专业的 我学金融那方面的 那我跟他我能干什么 那我为什么不找一个 更有发展前景的工作 不是 你找啊 没人拦着你啊 但是我不想结束一滴 连啊 如果我来天津这边找 我们不又一滴了吗 那天津里青岛本身就不远呢 那开车的话两个小时 一个礼拜在一起是不挺好的吗 不不 不 你先找好工作 你把面馆开到我们天津来 不就完了吗 那边我们是两个人一起干的 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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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不是重点啊 重点是什么 你不愿意花时间也不愿意花心思 不愿意花精力去琢磨女生在想什么 其实你说你不理解吗 你理解 但是在你看来你就会用一种不屑的方式去回应 她想要让你懂的那些点 就很简单 打开后备箱 刚才我们哈哈一听一乐 但是我再想一下 如果真的是一个女生给男生精心准备的这个 然后她打开以后回头跟你说 就一堆乱七八糟 我要那女的我就真能气死 就是真的你不懂的那个点太可气了 而且这一点也让人很无奈 你不懂吗 你又懂 你也知道这是在代表什么意思 然后你还不领情 所以就是这个 你没有办法理解到她的这个点 让她觉得很窝火 然后说到就是异地恋的问题 为什么老说异地恋难 异地恋难 其实异地恋考验的是情侣之间 更多的一种相爱的能力 你们要没有这个能力 在一起也白答 她还是不懂你那个点 她还是没有办法给你想要的浪漫 她还是那么点儿郎当的 就让你觉得 你对我们的爱情不上心 我还没有你们家狗重要 所以这跟异地恋没有什么关系 而且异地恋的情侣走到成功 靠的不是说一个人单方面的 结束这个远距离 而是靠的两个人有共同的目标 共同想要结束这段异地恋 并且两个人能够去达到这个目标 最后走到一起 这种的恋情才是能成功的 你们俩是你单方面的 然后现在就僵在这儿了 你们两个人感情问题 跟异不异地恋没关系 你就大大方方地 踏踏实实地去你的天津 你不想跟他去 你就留在秦荒岛 好好开你的门店 不要把所有的感情问题 都甩锅给异地恋 异地恋不背这个锅 就这样 女生得明确一件事啊 你辞去了武汉的工作 是因为要和他在一起吗 对 那你觉得在跟他在一起半年左右 觉得不合适可以回武汉啊 为什么要跑天津去了呀 因为回都回来了 回都回来了 都已经回到这边了 你为什么 我本来 你为什么要到天津呢 你拿着这个时间去了解天津吗 因为他之前跟我说 回来了以后 就找立家津的地方 我认为 最近一直在研究啊 没有人家语你 是不是 我怎么会到达了 看你 我怎么会把他让人去 我们就在那边 就在那边 就在那边 有些人去 你ビ认证 我一定会把他 停留下来 我没人看 在哪边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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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挺聪明一个姑娘 知道到这个时候 最后的一百不能再要了 因为再要下去 那就是个悬崖 祝他们幸福 找到各自的爱人 找到真爱你们的人 和你们要的幸福 再一次感谢四位老师 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